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Annegan 北京冬季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奥运会是世界级的盛事 无论是场上的结果还是场下运动员的故事 都是大家才与饭头的话题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今天我们请到了 中国女子前速度华兵队队员 曾经出生2010年温哥华 冬奥会的金佩玉 给我们说一下他与奥运的那些事 佩吉你好 今天很高兴请到你来到这里 我们都很想知道 怎么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运动员 你是怎么接触到冰上运动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 在我去到幼儿园的时候 有一个体校的教练 然后当时会去各个学校 去选这个苗子 选这个好苗子 然后当时我的身高就比较高嘛 然后就被选中了 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个滑冰运动 所以刚开始是教练选到你 还是你自己喜欢这个运动呢 被教练选到了 当时你了解这个滑冰是怎么一回事吗 你自己明白吗 完全不了解当时只有六岁嘛 因为我出生在东北 东北 对然后冬天会比较冷嘛 所以在小的时候冬天就会玩一玩冰啊雪啊这些娱乐项目 然后当然接触滑冰也是比较 后来的事实了 对然后被教练选中之后就一直跟着训练 当时也不知道会以后会 变成怎么样的发展 对然后但是当时父母也比较支持嘛 然后自己也就是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因为滑冰像我们这个速度滑冰呢 滑起来就是驰骋的那种速度感很强啊 就像男生很喜欢开快车一样 对对对 就是那种开赛车的感觉呢 就比较刺激嘛 比较感觉比较好 所以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就大概是十几岁啊 还是十岁之前你就觉得自己 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滑冰运动员 应该是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慢慢走向了这个专业训练 就是从这个业余队啊 慢慢就是走到了专业队 到了专业队之后 就是你的成绩啊 每年都在逐步的提高 慢慢的走到这个国家的这个 级别 所以慢慢慢慢就是信心也增强了嘛 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就觉得它就是我的一份事业 可不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大道跟和短道之间的一些分别是什么 像我现在我所在的专业呢 就是大道速度滑冰 然后还有一个短道速滑 大道速滑和短道速滑的区别呢 其实有很多 首先就是说一些器材上的不同 冰刀 然后还有这个比赛的服装 服装也有分别 服装都是不同的 那你看我今天把我这个服装也拿过来了 跟我这个服装上面呢 是有这个帽子的 但是短道的比赛服呢 上面是没有帽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短道它是多人在一个跑道上 禁忌 禁忌的 但是就是危险性比较大 所以要做一些 会有一些碰撞啊 身体的接触 然后他们会戴着头盔 然后就是在腿上 小腿这个位置啊 会有这个 互进 互进 哦 明白 对 所以他们的危险性比较高 所以像我们这个就不会了 我们这个 比赛的时候是两个人 两个人的进行 每个人一个跑道 就不会有身体的接触 不会有这个碰撞的 哦 明白 那如果在大道速滑上面 主要体现的一些技巧 会不会跟短道有 也有很大的分别 有区别 有区别在于我们的场地 不一样 我们是 就是正规四百米的那种田径场 那么大的场地 对 每圈四百米 每圈四百米 对 好 那技巧上面会不会有 其他分别 就比如说会前半部分呢 就稍微留点力 然后后半部分呢 才开始发力 就这应该算是 怎么说呢 战术方面 会不会也有很大的区别呢 有的 但是分这个项目 分这个比赛项目 像五百米呢 那就是距离比较短 所以你全程 从开始到结束 你都要用尽全力 就是把你的速度 要提到最快 然后还有长距离 长距离呢 那就会有战术性的保留体力啊 对要保留一些滑跑风格都会不一样 像短道也一样 短道它的场地比较小嘛 所以过弯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他们就是短道速滑呢 在弯道的这个战技术上 就会跟我们有些不一样 我们之前经常就是听说 滑冰运动员有一个冰感 这一个词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我们外行人就很陌生 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冰感 就是说你滑冰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人滑冰 他跟这个冰很融到一起 看着他滑冰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分 对对对 会有一定的天分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之后接触了这个运动 才会体现出来 是吗 还是刚开始一个教练 如果他眼光很好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薄落 其实看那个小朋友 就像你那么小的时候 已经知道你有这方面的天分 他们会在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小朋友 看他滑起来的时候 就很舒服 虽然他不像专业运动员 力量那么强啊 然后技术不是那么好呀 但是他会脚下的感觉很好 首先你是中国青少年 拿过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排名 就拿过冠军了 然后再到全国 再到亚洲 最后呢 就出征这个冬季的奥运会 由国家赛场 到了亚洲赛场 再到国际赛场 你心里的那个起伏 是什么样的 一直一直这样跑上去 你感觉是怎么样的 其实中间也会有一些波澜 肯定的 对 然后就是每一步一步往上走嘛 就是你一点点建立信心 然后一点点让你有这个信心 走到这个世界的赛场 当时就是每个比赛都不一样 对 然后有的时候会感觉紧张啊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心里会有一些波动嘛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几岁 拿到全国冠军是十几岁 当时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是什么感觉 全国冠军啊 那个时候 会不会有点飘飘然 还不会 因为走下那个讲台了 然后教练就说嘛 一切从零开始 他真他真会说话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有很多这个有名的速化运动员 像王曼丽啊 王北新啊 都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成绩比较好的 他们会回到你们的队伍 给你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啊 教授一些技巧 会这样子吗 他们会这样 其实我们也都是好朋友 然后在一起聊天啊 可能就是我们也会聊起来这一些训练啊 然后也会大家彼此会分享一些经验 你觉得真的去到世界赛场 跟国家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太多了 就是首先气氛上面就不一样 因为去到国际赛场嘛 就是这种比赛的气氛比较浓 就观众啊 比较热情特别高 对 然后也跟国外的其他这个高水平的选手 一起同场竞技嘛 就是国外也有很多这个特别厉害的人 对特别水平高的这种运动员 嗯嗯 对当然就是这种心情不一样 心情不一样 会不会觉得就是以前是跟我们自家人比赛 然后到了国际赛场上 就有点祖国的荣誉在我身上 批着中国的战袍一定要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对 这样会不会为你的比赛上有一点一些加成 有这样的感觉吧 会吧就是比较荣誉感比较高嘛 因为在国际赛场的时候 当这个这个报幕员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那你代表的是中国 无论是那个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能跑出十几人 就作为中国人站在那个赛场上 已经是一份忠誉 温哥华的2010年的冬季奥运会吧 那一次我记得当时带着你的是 是荷兰的教练是吧 是 为什么当时会是荷兰教练 不是我们中国的教练带着你去参赛的 因为当时国家队聘请了这个荷兰教练 因为荷兰在这个速度滑冰项目上实力比较强 真的荷兰的教练来到给你们给你教的时候 跟中国的教练分别在什么 比如说那你是力量型的那你是技术型的 那会相应的调整一些训练计划 然后会科学的监测你的身体情况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金佩玉 给我们分享他作为运动的一些故事 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希望将来你可以让我们接触到 更多一些关于滑冰运动的一些知识 带到更加多的孩子 让他们喜欢上运动好吗 好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见面 我们跟大家说一件再见吧 拜拜